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你们的思维告诉你们为什么今年9月是买房的最佳时机 过去两年买房的建议几乎都是不行 但现在的情势却大相径庭 抵押贷款利率正在稳步回落 通胀也在缓解 这位钱在买家带来了重返市场的机会 你是否知道现在的抵押贷款利率比今年10月的高峰跌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而且随着美联储即将进行的降息 这个利率还可能进一步下降 现在进入市场将面临较少的竞争 让你能够更轻松地找到理想的房产 而如果你选择等待 价格合理的梦想之家可能会因为其他买家的进场而变得遥不可及 此外 随着房价的潜在上涨 犹豫不决可能会让你错过最佳机会 这是进入市场的黄金时刻 现在就该行动起来 别让这个机会溜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华尔街股市》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 关于今年9月买房的建议 这篇文章出自CBS News 我们将深入探讨文章的内容 以及从不同角度分析当前的房产市场变化 帮助您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过去两年 很多人都不建议买房 原因不外乎两点 通胀达到40年来的最高点 而抵押贷款利率也翻倍 达到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一系列因素 让无数前在购房者选择观望 导致2023年的房屋销售数量降至近30年的最低点 然而 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抵押贷款利率的变化 根据FreddieMag的数据 截至2023年10月底 30年期抵押贷款的利率从7.79%降至6.53% 尽管美联储尚未正式削减联邦基金利率 但市场已经在预期这些变化 因此 现在购房可能会让你获得比预期更低的抵押贷款利率 接下来 虽然许多贷款机构已经调整他们的利率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降息 但一旦美联储正式宣布降息 特别是 如果降息幅度超过预期的25个基点 利率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 例如 50个基点的降息可能会使抵押贷款利率进一步下降 低于目前的平均6.53% 虽然抵押贷款利率不会完全跟随美联储的行动 但他们确实遵循相似的模式 因此 尽早行动可能会让你锁定更低的利率 此外 现在的市场竞争也相对较少 较低的抵押贷款利率和他们可能进一步下降的潜力 使得钱在买家面临的竞争较少 这意味着 现在行动你将面临较少的买家竞争 也不需要向卖家提供过多的让步 如果你等待到一系列降息发布之后 在行动 价格合理的房产可能会因竞争激烈 变得遥不可及 最后 房价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上升 多次抵押贷款利率削减 虽然对买家来说是积极的消息 但新买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的会增加 房价也可能随之上升 价格和利率之间并不总是有直接的关联 但如果有大量买家突然进入市场 现有房主可能会提高房价 以吸引最高出价者 所以 等待略低的利率可能并不划算 因为这些节省可能会被更高的房价轻易抹去 总结来看 对于那些还在犹豫是否购房的人 今年9月可能是一个明智的时机 不仅因为他们将处于抵押贷款利率 降温的有利时机 还可能在本月晚些时候利用更低的利率 此外 现在市场竞争较少 他们更有可能以合理的价格 购得心仪的房产 然而 及时抓住这些机会至关重要 因为市场的变化可能会非常迅速 买房的时机也可能随之变化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些因素背后的市场逻辑 首先 抵押贷款利率的变化 主要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驱动 当美联储调低联邦基金利率 银行的借贷成本降低 最终反映在消费者的抵押贷款利率上 这种传导机制虽然不是直接的 但确实存在紧密关联 另外 通胀的下降也为美联储提供了降息的空间 高通胀时期 央行通常会提高利率 以抑制经济过热 当通胀得到控制 央行则具备降低利率的条件 当前 美国通胀正在稳步下降 这为9月的降息提供了可能性 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 房市的特点 使其不同于其他消费市场 房市的供应相对刚性 开发新房 需要时间和资金 这使得房价容易受到需求变动的影响 当利率下降 购房成本降低 需求上升 而房屋供应无法快速增加时 价格自然会上涨 在市场心理层面 预期管理同样重要 贷款机构提前调整利率 反映了市场对未来政策变化的预期 对于购房者来说 尽早进入市场 不仅是对未来利率变化的赌注 更是对市场预期的一种管理 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 市场情绪也将随之变化 竞争随之加剧 综上所述 当前的市场环境对购房者来说 具有一定吸引力 对于那些计划在近期购房的人来说 9月可能是一个理想的时机 借助较低的贷款利率 和相对平静的市场竞争 他们可以更好地锁定理想房产 然而 这也需要快速决策和行动 因为市场变化无常 机会稍纵即逝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华尔街股市特别节目 希望我们的解析 能帮助您做出更加明智的投资决策 下期节目 大家为什么今年9月是一个买房的黄金时机 首先 抵押贷款利率正在降温 这可是自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出现的好消息 根据Fedimac的数据 30年其抵押贷款利率 从原来的7.79% 降到了6.53% 这简直就是从地狱爬到人间的感觉啊 想想 每月的海款额一下子少了多少 这酒杯都得举起来庆祝一下吧 哇 楚天说 你这话说的真是天花乱坠 不过 冷静点儿 咱们不要被这些浮夸的数字迷惑 没错 利率是降了 可也别忘了 这些降息只是市场预期 美联储还没正式降息呢 而且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房价依然高得像长城一样坚固 根据国家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 2023年的房价中位数已经达到了35万美元 这么高的价格 你能省下的利率简直是九牛一毛哦 琪琪 我真是佩服你的一针见血 不过 你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现在竞争少啊 你想想 等到美联储正式宣布降息 那时候市场上的买家会像过年抢红包一样涌进来 竞争那叫一个惨烈 现在行动 面对的竞争少得多 你可以轻轻松松地谈判 甚至压低一些卖家的价格 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公 所向无敌 哦 楚天书 你这个理论听上去真是大胜将士 不过 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行动的风险有多大 想要在现在这个市场上 找到价格合理的房子 简直比唐僧取经还难 房价可能还会继续上涨 等你真的拿到房子的时候 发现身价已经升值了一大截 那时候你省的这点利率 还不够填补上涨的房价缺口呢 这不就是按下葫芦扶起瓢 白忙一场吗 谢琪琪 你这话说的有点道理 不过 咱们得看长远点 现在 房价和利率都在逐渐回归正常水平 这是个历史性的机会 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 如果在九月行动 未来五年内 房价和利率都会趋于稳定 这就像一个稳定下来的南天门 再也不会轻易被大闹天宫所动摇 买家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规划财物 而不用担心未来的市场波动 想想这一点 是不是觉得买房子的心情更轻松了呢 楚天说 你说的真是完美的让人舍不得反驳 不过 现实可不是童话故事 未来的市场走向谁也说不准 谁能保证未来五年内 不会有新的经济危机呢 你这样鼓励大家现在买房 就像让大家在乌云密布的天气下出门 不撑伞一样 风险太大了 根据华尔街日报 过去五十年来 美国经济每十年就会经历一次较大波动 谁又能保证我们不会再遇到一次呢 还是谨慎为妙吧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